哈囉,大家好,我是加里敦 今天我們要帶來的是這個快樂瘋男 齊爾在這個傳說之巔的一把比賽 那開局呢,我們打這個藍 我們可以把藍拉到旁邊的草莊 我們的一技能就可以一次丟兩隻野怪 可以幫助我們快速的吃野怪 那接著我們來說一下裝備部分 裝備我們會出詛咒之刃 術士短靴 混沌法杖 巫妖皇冠 生命法杖跟凝霜寶珠 我們清完左邊的野怪之後呢 我們就來中路,蹭個兵線 蹭完兵線之後對方打野出來了 想說消耗一下他的血量 不過對方也是會閃的 接著我們就回到紅區繼續吃我們的野怪 那魔人的部分我們會帶魔爺、鬼爪、死亡詛咒 凝霜之痕跟賞金獵人 奧義的部分我們會帶石荒舞、石精靈跟石電舞 這邊對方的莉莉安來幫我打一下紅毛 幫助我快速吃野怪 接著刷了紅區我們就 靠到魔龍路這邊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看到對方小丑站位有點靠前 起了殺星 直接2E技能接大絕 可惜被他瞬移躲掉了 然後呢最後1技能換走了他人頭 但是我們的射手也被帶走 復活出來之後呢 藍區又刷新了 我們趕快來接著吃一下藍 我們的中路又被對方打野抓死了 不過也沒事了 我們心態要穩 由於剛剛下落魔龍路團在蘇樓 所以魔龍是掉了 那我們這邊就拿凱撒做一個交換 吃凱撒的時候我們就看一下小地圖 我們的凱撒路打起來了 我們馬上往上靠 配合我們的這個莫托斯 擊殺對方的塔拉 結果擊殺失敗 塔拉拉開的弱化變得太硬 莫托斯被對方留住 我想幫他逃脫啊 結果沒辦法 接著我們邊撤退邊消耗對方 調皮一下 看到撐不住啦 趕快二進的後拉 千萬別死 沒事做之後呢 我們就再回到紅區 把野怪吃了 賺經濟 看到對方的魔龍路其實站得蠻出來的 我們吃完野怪之後 過去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等一下 等對方小丑 被大絕大盜 直接二一技能接大絕 結果死的是這個緋淚啊 也是很可憐 我還是想要擊殺這個小丑 在旁邊周旋 一技能中了二技能要過去的時候 結果對方打野藍 這波就是我自己的失誤 起了殺心 把自己人頭也送出去了 復活之後呢 我們的藍是被對方塔拉反掉了 這就是剛剛那一波貪心之後的教訓 我們現在來吃個這個河蟹 我們射手是被對方給殺了 這個塔拉開了大絕 我們應該是殺不太死 稍微消耗一下就好 接著回到我們的紅區 繼續的發育 現在人頭比來到了2比6 我們是一個非常 蜜蜂的局面 但是還沒有到全面崩盤 還是可以打的 蜜蜂場大家要穩住心態啊 千萬不能吵架 小丑站位很靠前 二一技能接大絕 再一個二技能開凝霜 躲一下傻的傷害 接一招 然後配合輔助 擊殺掉對方的射手 我們只要像這樣 多抓對方的失誤 其實還是有可能可以逆轉 回家之後我們 藍區又在開Party了 那這波隊友有過來幫我守 所以對方就放棄我的藍了 塔拉還想要搶藍 稍微消耗一下他 他血量很少 他可能覺得自己有大絕的扛得住傷害 沒想到我們中路來了 配合我的傷害直接把他秒了 接著本來想吃凱薩 但是看到對方的中野往左邊好了 所以我就沒事了 先來中路清個兵線 這邊我們的上面就要很小心 那我們的一格是沒有注意到 所以呢就死了 所以我們平常要多看小地圖 看一下對方的動向 我們配合輔助 來蹲一下草 看看有沒有機會抓到人 小地圖看到小丑又有點往前 一樣 一二技能加大絕 再一個一技能 我們等一下技能 在等技能的時候我們輔助一個漂亮的大閃 收掉對方的射手 這波又是對方射手的一個失誤 他在沒隊友的情況下 站得太靠近 回撐出來之後 我們藍區又升了 接著再做一波發育 隊友打起來了 吃完藍 趕快靠過去看一下情況 對方這波是已經沒什麼招了 我們可以往前踩踩看 抓到對方 還在偷我們的野怪 二技能大絕上去留人 配合隊友 殺掉了對方的飛類輔助 接著再收這個塔拉 收掉之後二技能往後拉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明明拉到最遠的地方 他卻直接撞牆 復活之後看到這個奇爾想吃紅紅 我們做個蹲點 一技能二技能接大絕 可惜他旁邊有隊友被他逃走了 紅區被搶走之後呢 我們看到藍區要刷 趕快回來進行波發育 要盡量讓自己的經濟量 追上對方的人 不能真的是沒得打 哪裡有錢就往哪裡跑 我們看一下對方有沒有吃凱撒 這邊我們輔助搶到對方吃魔龍 我想上來再抓一次這個小丑 結果這次有飛類在幫他看 那我們就直接果斷後拉 看到打野跟中路往左靠 直接二技能一技能大絕 看看還可不可以打 我們的射手被對方抓了 這邊是沒辦法打了 二技能後拉 可惜對方交閃線跟上 那也是送出了我的人頭 復活之後我們吃個紅區 我們蹲到這個草裡 這個奎倫一定會來吃這隻蒼蠅 我們技能準備好 第二技能接大絕 直接把他帶走 我們這邊小地圖看到隊友在上面 多人混戰了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大礙 所以我們呢 果斷把這個 魔龍路的塔推掉 這邊我們就不用推到底了 因為小兵是一定會把他打掉的 我們來中路看一下 站進這個中左之後 因為小地圖他們視野不見了 所以我等了一下 發現他們又出現了 那我就繼續來推 這邊也是 可以順利的把這個中塔推掉 接著我們就鑽進他們的紅區 做一波發育 吃紅吃大半看到這個小丑了 他也看到了我 不過我們不用急 我們在這裡等一下 我們等一個時機 往上走 看到他之後 直接21技能加大絕 還附帶帶走了一個飛獵 這一波就算是對方的失誤了 他們太想押我們海撒路的塔 不知道為什麼 讓我拿到了很大的經濟量 回來成功幫助隊友反打 這邊一個龜樹買裝 再借一個尷尬的二技能 因為藍還沒出 我們就在這裡等一下等他出 我們的法師推掉對方塔 但是也被對方打野抓了 我們就順刷把這個紅區也刷了 結果隊友出大事了 死了兩個輸出位 那我就先到中路 把這個中線給清了 接著跟這個塔拉號一號 發現敵方來了 直接二進的後拉 低進的消耗一下 想扭這個小丑的禮炮 但好像沒扭掉 我們邊撤退邊消耗 不要把自己玩死就可以了 成功拉退 我們邊回血邊看一下狀況 回完血之後 馬上往中路趕 這邊我們卡芬妮說 他防不了對方的鬼魯 我就看了一下 輔助出的是青星 就請他換了一下視野狀 對方兩個人在中路 我們站在這個草叢 等一等 不能著急 目前都只是在消耗階段 還沒有真的打起來 所以我們也不用進場 在旁邊看一下就好 塔拉 想幹嘛 那麼少血還進來 大絕對都沒開就被扭了 想繼續上前做輸出 結果被對方法師一個二進的流出 送出了人頭 打得太輕鬆 復活之後我們往這個凱撒靠 看小地圖 對方的凱撒路的這個塔拉 是在我們下面情形 所以我們應該是可以開這個凱撒 果斷開啟 看這波雖然是一個無打式 但其實還是蠻危險的 我們莫托斯太晚過來了 導致沒有人卡住對方的輔助跟打野 最後凱撒還是被搶了 再次復活出來之後 來棒一下隊友 這個肥累被我們敲回來了 直接上前做擊殺 想大絕直接大到這個小丑 但是距離不夠 我們等一下二技能 二技能好了之後 直接二技能接大絕 再一個二技能 一技能 跟這個力量周旋一下 一二技能之後呢 按下凌撒 躲下傷害 這邊想換復活甲 結果發現錢不夠 非常尷尬 死掉之後才夠錢 再復活出來之後呢 我們 先清個兵 看到小丑又落單了 直接上前 二技能大絕一技能 等一下我們技能了 二技能好 再一個二技能一技能 成功帶走他 我們看一下隊友狀況 這邊這個塔拉開著大絕 我判斷是殺不死 我就先後拉了 等到他沒血的時候 在大絕收割 奎倫想捅我 直接二技能後撤 沒狀態就先回家補血了 補完血之後隊友打起來了 二技能一技能 配合隊友殺掉對方的法師 對方死了 對方死了三個人 那我們就趕快來整理兵線 把兵線帶出去 凱撒又生了 跟隊友打個燈好了 對方的打野太囂張了 直接二技能大絕 把他復活家打出來 稍微扭一下 一技能打到小丑二技能 再一個二技能拉出來 我們現在沒有大絕 我們就在旁邊周旋一下 看到對方殘血 二技能往前 可惜沒踩到 丟一技能觸發 印記帶二技能在A 丟一個一技能 消化一下這個塔拉 最後配合隊友把他帶走 對方這一波死了三個人 但是因為我們兵線狀況不是很好 好像也推不太到他 就請隊友來陪我一起吃這個凱撒 凱撒快吃完的時候 對方打野強來搶 好險沒讓他搶到 對方打野死了之後 他們就倒了四個人 估計這把戰局已定 我們趕快來清個兵線 配合隊友推中塔 看到小丑有點往前 我們就不用怕了 因為對方剩兩個人 一技能二技能 想按大絕 被控住了 復活甲 掉了之後 趕快按凝霜 起來打一套之後 按凝霜 然後再換一下 自身鐮刀 最後配合隊友 點掉他們的主堡 結束了這場比賽 最後也是 什麼事都沒做 打36%傷害 那我們今天的解說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